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收看SuprFans 剛剛不可途回來 現在是2022年12月中 我去的時候是幾天回來的 就是12月頭 大家差不多三年都沒有去滑雪 上一段影片就是去明保滑雪場 2020年2月 差不多三年了 大家今年有得去 很開心 首先馬上拍了一堆影片 盡快剪了一條Vlog 我也很少用Vlog去出片 大家看到我介紹出場 或者介紹一些產品 想心急些 分享一些資訊給大家 現在去北海道 新鮮水機場出入境的安排是怎樣 有什麼特別之處 當然很多日是YouTuber 在YouTube上也介紹 如何探討 我當作一個親身的經驗 去分享給大家 大家尤其在新鮮水機場 有什麼注意的事項 還有現在不可以怎樣 有什麼好地方去 有什麼改變 尤其是我最喜歡去小樽滑雪 如果大家也不想去二世古這麼遠 這麼貴 小樽也是一個好地方 你可以去看這條影片 去考慮 那天晚上 凌晨年起床 乘搭第一班巴士A車去機場 大家記得 上車之前跟司機說聲 麻煩 因為之前也提及過 其實未必能上到巴士 上是人情 不上不到是道理的 所以跟巴士大佬說聲麻煩 我們就乘搭韓國Airline 便宜一點 今次機票4000頭 之前早買了 乘搭了東西 其實都貴了 4000頭 OK 現在當然要去平民Lounge 先進去吃早餐 因為都預料飛機上不吃東西 快點吃早餐 時間都很廣 因為檢查完沒時間 吃完就馬上離開 坐椅子還沒坐暖 就要上機 就上機了 都頗緊密 早餐都多東西吃 平民Lounge 看看你的信用卡 機場對比上個月多了人 上個月我去了泰國傳奇 回到8點半那班機 現在周圍都人面識別 大家應該不會有私隱 不用拿出來 照一照就可以進去 那班機昨天早上都頗滿 留意了 香港NR現在變成是連行 沒有東西看的 螢幕是不會開的 大家都是下載電影 你看到我是1st up 最近1st up很流行 又是不開道拍 就可以去不開道看 你看到入境在日本關 其實幾嚴謹 你看到現在左手邊的人 那些人在這裏 就是QR Code有問題 開不了出來 展示給他們看 你要確認 Visage Japan的App 全部進入了 資料是Competed 你要確認Competed 才會出三個QR Code 一個就是現在做這個 看看你的疫苗的打尾 一個QR Code 衛生的QR Code 第二個QR Code 就是Immigration的QR Code 這個很無聊 吸引 新千歲多人 一切如常 我現在還要12月頭去 其實很多法國是東南亞團 即是東南亞人 韓國也有很多 都很多韓國聯合去 黃色馬就是入境處 接著有一個馬就是海關 確認你三個馬 在Visage Japan的App 寫著Competed 因為你申請了 未必是等於Competed 看清楚 否則就浪費時間 裸板的位置 就少許改動了 以前好像在左手邊 現在搬到中間 方便拿 其實行李很快 什麼都沒有吃過 當然先去吃拉麵 在奶麵界吃完再慢慢來 很掛念這個卡洛比軟雪糕 你知道薯片是即炸 即是整個薯仔即炸 但好像今次做 沒有那麼熱 可能薯片炸了 放下了一會 但軟雪糕真的一日 大家記得 因為疫情關係 我都加了錢 搭這個指定席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 我平時在新鮮碎出來 我搭回普通外面的位置 人多些 便宜一點 但疫情關係 就給多一點錢 我直入小樽 見到小樽也有當期 夜晚都可以有夜行 而且最重要是有很多食肆 你見到我這幾晚都是吃盡好西 第一晚我對就去這間德國餐廳 很掛念這間德國餐廳 這個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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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鐵桶的蠔 dubbelocad 這酒店是一年才開的 我看到這店開開 最重要是 他有漫廠的 你不 creators 他們神經病 場� till 北海道其實很乾燥 因為是開暖氣 回到房間第一時間找回這部空氣清新機 加水 因為空氣清新機加放濕 基本上一天一支水 大家要記住 不然就乾到爆 你看得到 這就是去南那邊的浴缸 因為我早上去 因為晚上太多人都避一避 接著去到三角視像 這個龍波食堂一定是多人 沒有辦法不排 因為裡面真的很多人都害怕 生活如常 大家都吃蟹就去吃蟹 吃魚生就去吃魚生 最後就跟另一半 隨便找間坐下 叫做吃飯 但很明顯 如果有時間 又不怕的話 排龍波是值得去排的 又便宜又好吃 不過你看到其實都是禮牌的 你說可以的 但龍波那邊便宜很多 譬如帶子 我記得 這裏可能1000日圓 龍波那裏可能700日圓 但現在都很便宜 大家當是貴日圓的 可能六算 抵到難 之後去小津足港 因為這天比較特別 沒有進雪場 因為雪場原來還未開 因為早期不夠雪 之後第二天才開 小津足場 有一個小津的滑雪場 有一個小津足場 有一個小津足場 可以在這裏看看是否有 可以在這裏 我沒有細節去問 是有小津足場 可能是有開車的 可能是在這裏方便 如果大家未來過小津足港 可以來 其實都足夠你走半天 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住小津足場 周圍沒有什麼地方去 坐兩個站過來 這些東西都便宜 也有個EON百貨 有些小店 有Lawface 有威裝 都買到東西 其實最主要就是 附近有一間 Alpin Sport 買滑雪機 這間可以看我之後的影片 我拍了很多影片 我都會介紹幾間 賣滑雪店的產品 這間是賣Local 這裏就去喝紅酒 吃晚飯了 附近一間舊建築物的餐廳 這間又是超棒 我可以迎換Poker Cafe的價錢 酒店級的質素 這個非常之好 那些酒就禮牌了 小津或是魚市的紅白酒 又是很好喝 新鮮的 劍扒就無敵 又是非常之好吃 又是不貴 最重要是不貴 這些質素的食物 你入到雪場 就算你付錢 一定是很貴 要不然就真的 米洗之宜 也挺好吃的 第二招真的去滑雪了 所以我第一天到埔 第二天去逛街 去吃魚山飯 第三天 第二天 才會去滑雪場 去滑雪樓 你看到 酒店逛過對面馬路 就是上巴士的 一覺睡到滑雪場 基本上巴士45分鐘 來回就2000日圓 為什麼你見到我 每次都去滑雪樓 真是方便 而且出來的小樓 就有口好吃 例如我第二天 我另一半不進去 其實我自己進去 其實都可以 在外面小樓逛街 購買東西 吃東西 我自己進去滑 滑雪到四點鐘 就出來了 其實都很方便 今年Kilala的滑雪場 就改了 轉手之前是泰國人 現在變成Comac Comac買了 好慘 兩隻狗狗不見了 這兩隻 白欣山 拯救犬 很有趣 兩隻狗 應該都消失敗 還有那個集團 這次我太太 就不拿Gear 去租 阿灣是5200-5300日圓 即300多元 其實你另一半 其實你都幫他拿 所以租 如果他滑兩天的話 其實租都OK 不用那麼辛苦 你看到 超級拋 非常之正 整個吃了下去 雪堆裡面 所以這兩天玩 雪放完全是無敵 簡直是 所以都很享受 就算他開兩條雪道 其實都夠了 因為始終三年沒有畫過 但都小心點 不敢拼命 雪場是新餐廳 開了在左手邊 舊餐廳還在裝修 現在十月頭 他還在裝修 新餐廳也很嚴重 原稿很昂貴 你看到 都很昂貴 如果你去過 舊餐廳是大很多 新餐廳的拉麵 那些東西就好吃 一直都好吃 其他人裡面的東西 又不貴又好吃 第二天 就遇到師兄 一起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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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晚 又是出小樽 吃牛角 你知道 牛角就一定沒有死 當然非常好吃 因為炭火燒 然後那幾天 都去了 出回市區 去了幾個 Murasaki 滑雪用品 我會有拍片 可以下段影片留意 這間 Alpin Outdoor 這間無敵 Skier 一定是 超棒 因為很多Skier 可以留意我 在這邊 就走了 基本上出境那邊 就開了 座野的店舖 都開齊了 入到去過關 店舖仍然只有幾間 還有吃東西沒有食 只有一間拉麵店 都多人 留意出境 我不知道人手是怎樣 現在海關 那天出境 整個小時才出到去 才能進入去 入境大堂 排了很久 有些人都很延遲 可能不夠人手 只開了兩個 安排 都很麻煩 開多了 CD 那邊 之前已經有CD 有CD 之前只有AB 你會看到 裡面其實就是 有些食肆 有些全部新的 之前好像不多 有 但是全部都還沒開 只有這間拉麵店 又開 入到去都不夠吃 其實很鬆動 但都差不多上機了 所以說 都沒辦法 是一個簡單的Vlog 講回三年沒話說 非常之不開道 掛著日本 大家也是 有一點點分享 留意出入境的安排 如果還沒去過 北海道 Kilolo 或小樽滑雪 可以留意 歡迎收看Snowboard Fence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會介紹很多 不同的滑雪產品 或者雪場資料 也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Snowboard Fence IG都是Snowboard Fence 另外我們的網站 Snowboard Fence 會有所有 我在美國回來的貨 鏡子 頭盔 還有衣服 早幾年 就在蝦皮開賣了 如果你是台灣 新加坡 或馬來西亞的朋友 都可以在上面看看 我的產品劇 多謝